欢迎一博 欢迎王一博 欢迎王一博 欢迎一博 OK 尖叫声 来有请一博 我们稍微一步一下中间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 呦呦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共同的地方 叫做This is old school 这就是经典 对不对 既然说到了经典这句话 那经典的问题又来了 一博最近在忙啥呀 派西 这个明知顾问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肯定还有大家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今天的主题叫做 回到未来 其实我觉得未来这个词还蛮大的 每个人都会展望未来 那接下来要问一下一博 未来感是今天的主题 在你心中未来世界是如何的 或者说你怎样去定义 一个人或者一个品牌的未来 哇哦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充满科技感的 然后科技改变生活的那种感觉 这句话很对 科技改变生活 而且我觉得就像大家想到的未来 真的是应该就是各种各样的 高科技黑科技 混合在当中 对OK 就会变成this is old school 这个梗可以一直玩 OK 接下来我觉得说到科技 稍后呢我们要带着一博 跟大家好好地了解一下 在百雀林现在的科技当中有什么特别之处 下一个问题要问问一博 就是你作为百雀林代言人 你了解百雀林吗 当然百雀林是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国民变化 是 而且这些年也一直在用科技不断的创新 对 然后也就是护肤病也非常的好用 没错 而且你刚才也在提科技这个词 百雀林真的是把很多的科技 加入到了不断的创新当中 让大家的护肤体验越来越 应该叫做升级 护肤感越来越棒 稍后我们好好地了解一下 接下来要问到的一个问题是 刚刚我们开场的时候 放了一个短片叫做他 在钟总在舞台上已经介绍了 当中的一个主角就是百雀林 另外一个主角其实就是你 而且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 还找到了非常多你跟百雀林的共同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来看 这些共同点分别是 我们一起读出他的这些词好不好 分第一个是 九零后 第二个是 九零吧 九零后 为什么 百雀林是九零后 我也是九零后 然后百雀林今年也是九十周年 哇哦 相当了解哦 对 一个是1931年的九零后 一个是1997年的九零后 但是这就是不同的穿越 时光时辙让大家相遇在这里 神奇吗 对 神奇就是带来了活力跟完美的体验 好 既然说到了九零后 我相信今天就让大家感受一下 两个不同的九零后的碰撞 对不对 你是代表着 97年的九零后 我们的1931年的九零后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一起来感受 那既然说到了碰撞 这个词 今天 各位 现场的粉丝朋友们 你们有机会 在现场看一看碰碰运气 能不能成为幸运的朋友 来获得王一博的亲笔签名礼物 蛮劲的哦 因为大家真的看得都很清楚 来 我们就在前面 第一排就座 来 有请各位 第一排就座哦 好 欢迎 欢迎这十位朋友 你们的 运气目前看起来 请不要激动 到底谁能站在我们的旁边 还不知道 好了 这十位 我们接下来呢 要从你们当中选出六位 进入到第二轮 我们会在大屏幕上出现十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 刚才我跟一波聊天当中都有提到过 如果你们谁抢答的够快 并且回答正确 进入到第二轮 第二轮更厉害 OK 准备好了吗 好 认真 认真哦 认真哦 我们真的是要抢答哦 好吧 一波你帮我看谁快一点 举手啊 好 准备好 好 第一道题我们来看 刚才播放的视频中 一共出现了几次 王一波 这个问题我就不cue你了 哈哈哈哈 好啦 OK 我们降低一下难度啊 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没有想 千想万想 没想到第一道题的连连看 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个短片再播放一遍 认真数一下 一波捏数一下好不好 来一起来看大屏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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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要问你了 哈哈哈哈 好啦 一会儿他们回答完 你看对不对吧 再说OK 好了 先把手放下 我换三二一抢答哦 三二一 我只让 只需要举手啊 好吗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们要按照规则 来 三二一举手 谁比较快一点好像 他刚才一直在 他一直在举手是吧 OK 好来这一位 左边这一位 几次 三二一 十四次 四次 十四次 哦十四次 你觉得对吗 不对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哎呀 没配合好 哎 是不是不对 对不对不对 OK 不对不对 来 三二一接着想拿 好 就这一位第三位 这一位快一点 几次 你确定吗 你确定 确定 确定 一搏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一排五个 总共三排 十五次 刚才其实那个快捡很难熟 那个快捡 其实就是第二排当中 非常多的镜头混捡在一起的 好了 恭喜这一位 你已经成功入围下一轮了 你都可以不用抢答下一个 但是你想让更少人入围的话 你也可以 好了 十五次哦 各位 回去可以认真地看一下 他这个短 看一下这个我们的tbc广告 好了 来看下一道题 我觉得这句话 这个因为比较长 我让一波选几个关键词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 我找一下我的手卡 不用提醒了 这样好了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分别里面 我印象当中记得是 有美好 对吧 可以让你 四个字还有 更加美好 嗯 错了 怎么美好 比如说你现在就 再来 再 嗯 我特别想提醒你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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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留住美好 哎 什么这个词是 保 留住美好 留住美好 没错 我这也是百学林 希望各位可以 把最好的自己 最好的状态都留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答案 我们让一波直接 原因重现一下好不好 这一句台词 这是时光赠云你的礼物 它可以让 然后现在有一点点的淡化 其实它的效果 还挺明显的 因为有那个 抗出老的那个缘分 ProVita嘛 完了之后呢 我认为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 因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用完一贯 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到 脸上是有那种变化的 就是皮肤变得更好了 然后代言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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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她 谢谢 好的 谢谢 接下来第四位选手 好了 三位都表述完他们对于真颜霜的使用 我倒觉得其实每个人 应该是在不同年纪段 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 体验到了真颜霜的使用 我倒觉得其实真颜霜 刚才你们讲的都很好 里面有很多的高 看这边好吗 女孩子 我在讲真颜霜好吗 没有我讲代言人 非常的厉害 她其实提到一个质地 就像冰淇淋一样 然后呢 其实还要补充一点 为什么说好不好用 是因为女孩子 用完之后都会像你一样 会上妆化妆 用完之后非常容易上妆 不会糊在一起 这就是她的质地 和里面的科技因素 到底 他们三个人 谁的体验感 讲的更打动你 或者说让你更觉得 他们是对代言人 跟我们的产品都非常热爱 我们用掌声来鼓励好不好 OK吗 用这个方式来判断 好吧 你觉得说得都非常好 你没有判断权 接下来各位现场的朋友们 如果觉得好 用掌声哦 第一位觉得感觉如何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恭喜你获胜了 哈哈哈 哎 你们真的 我觉得三位好像听起来都蛮厉害的 都给吗 都给 都给 都给啊 你确定哦 都给哦 好 既然 OK吗 三位每个人都送一份 可以可以 好吧 大气的代言人 那接下来我们每个人都送上一份礼物 然后王一博全 每个都在这牵 好 来 我们 直接送完 每人送一份 来 我们稍后再来补 每个人都会有一份 这张海报先送给他 然后一博来送吧 好 然后我们有请一博跟三位合影一张 来看 正前方 哎 把这个海报可以转过来啊 对 好 看正前方 一起来谢谢 谢谢一博送给各位的礼物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一博送出的礼物 谢谢 谢谢三位 稍后我们会给每一位 补上一张千名海报 以及每人一份 我们的百雀琳大礼盒 开心吧 获得礼物 清签礼物 接下来 既然 我们给粉丝送了礼物 我们要邀请粉丝 跟大家一起为百雀琳来庆生 因为今天是九十周年 我们接下来 要邀请一博 跟我们几位嘉宾 来到舞台 一起来完成 我们的庆生环节 好 稍等 来 让我们邀请几位嘉宾 予以闪光 好 我们有请各位 小心哦 小心小心 每人拿上一把我们的 幸运之刀 我们一起在前方 准备好 我们一起说 祝百雀琳生日快乐 好不好 来 我们祝百雀琳生日快乐 耶 每个人来牵一刀吧 分享我们百雀琳九十年的历史 这些 这些 都代表着百雀琳每一部非常甜蜜的回忆 好的 再次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再祝一次好吧 祝百雀琳生日快乐 好 哇 你看 这蜡烛都不灭 这个九十 这两个蜡烛 接下来 我们既然说到了 今天 是一个科技和未来的环节 那接下来邀请各位 我们回声一下 把手放在大屏幕上 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各位 一起开启我们的时光按钮 进入到百雀琳的未来之门 我们可以把手放在大屏幕上 倒数三秒 三 二 一 哇 哇 没错 科技新草本百年新征程 我们的未来之门正式打开 来我们看正前方 各位 我相信今天跟大家一起打开了 属于百雀琳也属于我们新的一个未来之门 然后再次谢谢 谢谢一博跟我们的各位嘉宾 以及现场跟现场的粉丝 一起体验了什么叫做科技新草本 赶紧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百雀琳 再次谢谢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谢谢四位 一博要请留步 谢谢谢谢四位 好了 切了蛋糕打开了科技之门 接下来就是要大合影了 好不好 每一次的相聚都要有一张合影的照片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摄影老师来到舞台 一博就背对大家好了 我们让白衣少年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这个位置 这边一个 我们请调整一下这个位置 看光怎么样最合適 好啦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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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 OK吗 老师 这个角度 好 好 来 我们一起来拍照 3 2 1 生日快乐 百雀灵 再来一张 百雀灵 生日快乐 草本新科技 国庄第一品牌 好 我们再来最后一张 3 2 1 OK 好了 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百雀灵品牌的代言人 王一博 谢谢一博 保重好身体 期待新作品咯 谢谢 谢谢一博 谢谢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